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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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还有比如说被他们的国家 奉为有流详的这种旗帜性意义的 这个鲁迪沙在800米帮当中的 这种出色表现 一贯的优秀表现 可以说也是给肯尼亚 让肯尼亚人现在也是越来越 感觉到在体育的赛事上 表现出来的这种优势和骄傲的所在 那么我想肯尼亚作为一个 东非的大国 作为这个东非体育 甚至整个能够在非洲的体育的 这个田径的体育上 这个赛事上面能够代表着 一支独秀的这样一个国家来讲 它的这种田径项目的发展历程 可以说是有其非常必然的一个原因的 很多人就曾经特别地去研究过 这个肯尼亚的现象 尤其是肯尼亚的中场跑向现象 因为我们知道早些年 尤其在马拉松的项目当中 肯尼亚人和埃塞格比亚人 几乎是包揽了所有的 马拉松项目当中的第一军团 一段的时间之内 甚至前20名都是非洲选手 就是都是肯尼亚人和埃塞格比亚人 去包揽的这个名次 那很多人就会想到这个问题 为什么肯尼亚人 埃塞格比亚人 他们会得到这个中场跑的项目的 这种翘楚 都在马拉松项目上 能有具有这么大的优势呢 所以专门有科学家和这些运动的教练员 或者是这个运动项目的研究者 专门到了肯尼亚去探访 去追究其原因 那就得出了这样子的一个几个结论 那么首先呢 他们觉得是肯尼亚人 他自身的这个身体条件结构上 他特别适合于长跑 因为他体内 他的这个耗氧量比一般的人要少 也就是说在单位的这个时间内 那他能够用相同这个量的氧气 能够提供更长时间的这个跑步 那还有一个呢 是他的这个肌肉的这个脂肪酸的转化率 要比其他的运动员要更要高 那这两个说是进行了科学的这个数据的检测的 说好 肯尼亚人在这个方面是非常具有优势的 那也有人说这个当然不具有这个科学依据 说他们的基因天生就好 说这个基因决定了他们是更加善于中场跑项目的人 但其实我倒是觉得 刚才的科学家的判断 可能是从一个方面来说明肯尼亚和埃塞勒比亚人 或者是东非地区的人比较擅长于跑步 但是我想起更主要的一个深层次原因 是他们的内因 也就是这个国家的人 他的这个跑步的动力和自发动力 要比其他人要更加强烈 因为我们知道我也去采访过 就是在肯尼亚的著名的列谷省的这个伊藤镇 伊藤镇是非常有名的肯尼亚的一个长跑小镇 也就是说肯尼亚的全国的长跑明星 甚至世界非常著名的想要练习长跑的明星们 纷纷都前往这个伊藤镇去练 你在伊藤镇采访的时候 你就会看到早晨天还没有亮 蒙蒙亮 就会看到几百个运动员身着紧身衣 背着自己的各种各样的装备 就穿上球鞋就踏上了跑步的这种征程 这种情况基本上已经成为伊藤镇的一个现象 当然就是因为很多人慕名而来 一些世界的高手 这个长跑技的高手 就想到肯尼亚的伊藤镇去跟当地的人 去一起去训练 这个小镇有什么特别之处呢 对 这个小镇也诞生了很多的肯尼亚的中场跑明星 曾经作为第一个拿到世界冠军的一个肯尼亚的世界冠军 就诞生在这个小镇 当年这个人拿到世界冠军之后 一下子这个小镇就沸腾了 可以说大家看到了拿到冠军之后 给他个人生活和这个小镇带来的变化 比如说很多人通过长跑跑步 跑向了世界拿到了名次 就可以有奖金 就可以有很多可以改变他生活的这样子一个条件和优惠的待遇 比如说有人回去买了好的小汽车 家里翻修了房子 一下子生活就有了变化 可以说这种有跑步带来的生活上的变化 让很多肯尼亚人带来了他们生的希望 而他们又本身的这种自然条件先边条件 又如此的适合跑步 那还可以说的是这个伊藤镇 它的海拔比较高 它的平均海拔是在2000米以上 2000米以上的这种海拔就非常的适合 这个进行长跑的锻炼 本身他们生活在这里 它的这个需养量比正常人要少 那你想设想一下 它常年在这个低养的这种状态下 高海拔的地区训练 一旦它要到平地去参加比赛的话 那这种优势和带来的这种成绩的提高 是非常显而易见的 那比如说现在刚才我们提到的 这个肯尼亚人心中的长跑 在这个跑步英雄鲁迪沙 他就在伊藤镇来训练 我曾经也采访过鲁迪沙 就是感觉到从他身上也可以看到 肯尼亚人善于长跑 和他们这个乐于跑步 用跑步去改变生活的这种影子 他就是肯尼亚人一个非常正能量的 这么一个示范 一个范例 他不仅仅用自己的这种 亲身的这种跑步的精力 来告诉大家 我们可以可以做到 他的八斑米是世界纪录保持者 至今无人能破 而且屡次在无论是飞运会 奥运会 世界紧张赛上 屡次一直无可撼动的 这块八百米跑步的金牌 所以说真的是给肯尼亚人 做出了非常好的这种表率 那除了这个内音之外 可以说还有一点很重要的 就是他们想 通过跑步不仅可以改善 我们的生活 我们的这个 可能说整个村子人的 这个人生状态 很可能就就此改变了 那带来的整个伊藤镇的变化 也是不言而喻的 那举一个例子 之前就有一个中国 某一个省级的 这个长跑队 教练带着中国的运动员 就到那边去了解情况 学习经验 他们就到了那边 也是参加马拉松的 这种项目的 到了之后 就跟随随便便的 在路上看到了一个跑步的人 去问了一下 问一下你的马拉松成绩是多少 这个人回答 我是两分15 两小时15分以内 当时这个国内人就惊呆了 要知道两小时15分 是他们随便找的 一个人的一个成绩 他们又随便问了 几个人的成绩 基本都在两小时15分以内 要知道中国在 2013年以后的 在参加所有的 马拉松的比赛当中 最好成绩也就只有两分18 两小时18分呢 对不起 那么这样的成绩 也就是说 能够跑进 两小时15分以内的 肯尼亚的人 在伊藤镇起码有几百名 那也就是说 整个这个 从他这样子的一个 整个整体的运动水平的 这个高度上面 就可以知道 他的究竟他的这个 长跑的水平 在一个什么位置上 那很多的 这个包括我刚才说的 中国人啊 包括其他国家人 也都不断地把自己的运动员 放到那里去训练 大家的感触也是很深 很多的去长跑的 有非常好的成绩的人 就包括我刚才说的 他们偶然在相间遇到的一个 一个大叔吧算是 家里有老婆孩子 也是家庭条件 非常的艰苦 就穿着一双非常破的 甚至露着脚趾的运动鞋 可能是已经是被人淘汰了几次 根本谈不上什么保护 可能也就是个裹脚而已 这样子一个功能 可以说也让大家非常的触动 就是说在这样的情况下 人家都能够跑得那么远 跑得那么好 是吧 那也有像美国一些西方国家 也都不断地在挖掘这种 来自非洲或者加勒比地区的 这种高水平的中长跑运动员 把他变成自己国家的国籍 到世界各种比赛上去 拿成绩拿名次 但是这些年来我们发现 非洲人自己 非洲自己的这种经济水平 和他的这种体育意识的提高 和这种保护自己的运动员的 这种意识的这种提高 也让他们越来越能够有这种强烈的意愿 要为自己的国家而战 所以这样也让很多的优秀的运动员 也留了下来 这也是为什么肯尼亚 像埃塞尔比亚等等这些国家 逐渐地在中长保项目上 能够脱颖而出 逐渐在世界上能够占领领先地位 压过美国和俄罗斯的 这种传统的体育大国的 这样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所以说这个非洲在田径项目上 能够保持一个很强大的这样一个地位 一方面是这个身体素质 另一方面还是一种习惯 甚至已经成为一种兴趣了 其实非洲人在体育方面的兴趣 除了田径 我觉得还有非洲的足球 今年年初几内亚举办的非洲杯 即使是包括埃博拉疫情发生了之后 依然没有冷却大家 对于非洲足球的这样一个兴趣 可是我一直有这样一个疑问 在不少欧洲俱乐部当中 我们总能看到很多非常出名的非洲球员 但是到至今还没有一支非洲球队 能够夺得过世界杯 你觉得这是什么原因呢 我觉得你刚才说的这一点 其实也是倒出了很多人心中的一个疑问 也是目前我们谈论到非洲足球 非洲体育的时候的一个非常大的一个遗憾 因为我们看到很多的欧洲的球队 把引进非洲球员 优秀的非洲球员 当成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工作 那在欧洲的很多的俱乐部 非洲的球员 像卡麦隆 来自尼利亚 玛利亚 这些国家的球员 非常的出名 非常的 而且也有自己的一席之地 可以说在世界上都是有名气的 那我们反过来讲 非洲为什么它自己的这种冠军球队很少 其实我们这些年已经看到了 在屡次在世界杯 在各种各样的足球比赛当中 非洲队伍的身影 可以说我们大家很熟知的 科特迪瓦队 卡麦隆队 包括非洲巡视 尼利亚队 可以说他们都是有着非常强劲的实力的 但是我们看到 当一个队伍整体出现的时候 它可能不如某一个球员 它那么亮点 那么闪光 那其实这跟非洲的整个的 这个足球的体制也有关系的 我们刚才讲到为什么说 马拉松或者是长跑项目 非洲人更容易获得成功 因为它确实是需要一个人 个体的不懈的努力 它就可以提高个体的成绩 但是足球它不是 它不是一个个体能够提高的 它必须要有一个团队的协作 而且要有好的教练 运动场地和配套的管理车施 和一系列的制度 以及俱乐部的这种 俱乐部的这种运作 是综合这方面的这个情况一起 才能够最终能够推动这个足球的 整个俱乐部的团体的这种发展的 但是我们看到目前非洲的足球 很多我们在 我们说哈 非洲的满大街都能看到 看到街头足球的身影 不管多大的孩子 哪怕没有鞋 他都愿意到街上去跑一跑踢一踢 而且这个架势非常的像样 但是你说非洲有这个很成熟的 俱乐部的训练机制吗 他没有 他有好的教练吗 他的教练可能不如这个欧洲的教练 来的那么的精彩 那用来自非洲的球员 自己本土的球员的话说 欧洲的教练员已经用电脑 开始测算每个运动员的体质体能 和针对他个人的情况来进行训练了 可是非洲呢 他不是不说电脑了 他连电都没有 那很多这个欧洲的球员 或者在欧洲训练的球员 他可以针对每一个人的体能的状况 给他进行饮食结构的调整 和针对性的训练 可是在非洲呢 甚至有些地方的球员 连饭都吃不饱 更何况谈上什么合理的膳食营养 和这种科学化的训练方式呢 而非洲的这种俱乐部 在购买外籍教练等等 其他这个服务上 包括跟世界接轨 这种俱乐部的运作上 也确实存在着很大的差距 而且也包括曾经有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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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卖龙著名的这个球员 米拉大叔曾经也质疑过的 关于这个 他的非洲的地区的 这个足球腐败的问题等等 一系列的问题 可以说 这些问题都是制约着 非洲足球整体向前进一步迈进的 这么样一个很重要的因素之一 但是我总是这么觉得 这个非洲是有着体育的天赋 和有着这样子体育发展的土壤的这样子一块地方 只要非洲人想要做 他一定是能够在这个想要努力成功的项目上 一定能够获得成功 更何况是足球 他们天生就具有这方面能力和这个传统的这样子一个项目 的确你刚才说的这个问题 其实不仅仅在足球这个项目上 非洲在体育方面的确有着他们先天的很多优势 但是在后天方面的确也有很多落后的地方 那要想一探这个非洲体育的所有的全貌呢 我们还是再来回到这个非洲运动会 9月4号晚上第11届布拉柴尾尔非洲运动会开幕 那么这一个非洲最大规模的综合性体育赛事 是50年后回归发源地 据说不少中国元素也亮相了开幕式 我们先去看一下 当地时间9月4号 第11届非洲运动会在刚果共和国首都布拉柴维尔开幕 来自非洲45个国家的8000多名运动员将参赛 中国商务部援助了本届非运会开幕式的表演项目 伴随着好一朵美丽的茉莉花开场曲 两千多名非洲民众列队入场表演中国太极 随后南拳南刀等中国传统武术表演气势辉宏 赢得阵阵喝彩 杨树东是此次非洲运动会大型团体操及武术表演 人外项目中方总导演 现任教育首都体育学院 为确定创编方案 2014年他与其他20名团体操及武术方面专家 两次赴刚果部考察 通过了解当地传统文化参观历史遗迹 深入地方人民生活寻找创作灵感 力求将中国文化与非洲传统相结合 应该说宣传中刚友谊 因为中国和刚果建交很早宣传中刚友谊 另外就是把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些内容呢 传播到刚果 让刚果人民知道中国的一些优秀的文化 此次比赛分为田径 游泳 体操 柔道 羽毛球 自行车等22个大项 分别在多个场馆进行 非洲运动会又称全飞运动会或飞运会 每四年举办一届 是非洲地区规模最大 水平最高的综合性运动会 这是继1965年首届飞运会在此举行后 再一次回归波拉柴维尔 其实我们中国人是在大型体育赛事的举办方面 还是见过世面的 所以从刚才小片当中 我们看到飞运会的现场的情况 直观的一个感受 以及包括我们对非洲整个经济方面的认识 觉得非洲举行大型的体育赛事 还是应该有一定的局限性的 确实像你所说的 也是结合刚才我回答的上一个问题 为什么说非洲一直没有那么 刚开始没有很顺利的 将自己的非洲飞运会给它举办下去 是由于各种各样的这种遗留问题 其实这些遗留问题的背后 就是整个非洲的这种体育设施的 体育的基础建设不是那么的完善 也不是那么的理想 那么我们知道在非洲的很多国家 甚至没有一个像样的体育场馆 很多人还都停留在街头踢足球 在街头跑步 在乡间跑步 根本没有机会走到真正的体育场馆里去 去利用正常的或者是一些很完善的这种体育设施去进行训练 那么我们知道在非洲的一些 这个非洲一些国家的体育场馆 它的容纳性 容纳的这个人数也非常的有限 基本上我看到的一些体育场馆 也就容纳一万名观众或者是一万五千名观众左右 可以说基本上也做不下太多的人 这种这样子的场馆对举办这种大型的赛事 可以说它的接待能力和容量也是非常有限的 那我们知道这个像南非当然比较特殊了 它2010年承办了世界杯 那在那次世界杯之前 可以说它的九个城市的十个体育场馆 进行了翻新 翻建和新建 可以说已经能够达到现在的 这个比较现代化的体育场馆的规模 但其他的国家却并不如此 但是我们知道 中国已经开始不断地为非洲国家 去努力去建设新的场馆了 包括我曾经去过的几个国家 比较像样的体育场馆 基本上都是中国来原建的 很多的场馆也都非常的气派 但是由于这种 这种普遍性的体育设施的这种落后 确实制约 不仅仅制约了非洲举办赛事 也制约了它的运动项目的水平 那从这个例子上 我们就可以看到出来 在非洲我们可以看到踢足球 可以看到跑步的 但你基本看不到 他们打篮球项目 或者羽毛球项目 这种利用技巧性和场地性 比较约束性比较强的 这样子的项目 因为这样子的场馆建设施 实在是非常的有限 刚才你也提到了 中国给予非洲 很多体育基础设施方面的一些帮助 包括这一次的非洲运动会 中国企业也是 给予了很多方面的帮助 那你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 刚才已经简单提到 中国的这个 帮助非洲各个国家 远建的一些体育场馆 已经非常的具有规模了 那么曾经这个 前奥委会主席赛马兰基先生 曾经对世界各地的球馆 和体育场馆进行一次考察 在他的考察过后 他就曾经做出过这样子的评语 说基本上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中国最好的体育场馆 都在非洲了 这一点我想已经能够说明问题 那么就从我曾经出差 采访过的几个国家来看 包括马达加斯加 马里和这个 几内亚 爱塞俄比亚 包括这个南非 包括很多很多能够 不设美举的这些国家 包括卡麦隆啊等等 你几乎能够看到的好的 这个体育场馆 基本上都是中国远建的 那么甚至就在 索马里那样子的地方 它最大的那个场馆 最大的那个体育场 也是中国远建的 中国不断中国的公司 中国的贷款 不断的源源不断的 从这些方面给予非洲国家 这种不断的持续的援助 我想它已经不仅仅代表 是一种这种资金和技术上的支持 它是代表着一种 对国家的这个体育项目 甚至是对和平发展的 这样的一种愿望 我们知道在非洲可以说 体育场馆它的这个项目 和它的这个功能 除了在进行举行各种各样的体育赛 这个日常举办这种活动以外 也是非常好的进行他们国家宣传 和一些竞选大选 或者一些施政纲领的这种传播 或甚至进行集体举行游行集会的 一个重要的场所 可以说基本上这个国家的体育场 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想 是这个国家的标志 那么当这个标志性的这个东西 带着中国的色彩 带着中国的这个名字 拔地而起的时候 我想能够更加能够深刻地 领会到中非之间的情谊和友谊 其实除了中国在基础设施方面 给予非洲人的帮助之外 还有很多中国人是身体力行地 投入到了非洲的体育事业当中去 下面我们就来认识一位中国教练 杨鹏和他的非洲健美操国家队 在非洲运动会的赛场上 这个黄皮肤的中国教练很显眼 他叫杨鹏 正在指导他所带领的 刚果共和国刚果部国家体操队 进行赛前准备 他认为此时神经高度兴奋 加强训练 效果会事半功倍 杨鹏是山东省济南大学的健美操老师 从小就酷爱健美操运动的他 曾获得三届中国健美操锦标赛单人冠军 2014年10月 杨鹏被选派为刚果部马利安 恩古瓦比大学孔子学院的老师 那时该国政府正准备组建国家健美操队 备战来年的非运会 急需匿名实力强劲的外籍教练 杨鹏便成为了他们的首选 2015年初他正式签约成为 刚果部国家健美操队总教练 筹建国家队困难重重 由于没有专业的健美操运动员 杨鹏只能从各所高中挑选出 有潜力的学生 没有专业场地 他就带着学生顶着太阳 在水泥地上练习 没有训练服 他就找中国企业为学生赞助 他与学生共同面对困难 相互鼓励 2015年3月 刚果部国家健美操队正式成立 共8名队员 两名教练 其实给我最大的感触就是 刚果部人民对健美操的一份热爱 这份热爱给我最大的鼓舞 在这个过程中会有非常大的一个问题 但是我会用我的身体去给他们做示范 不断地去做示范 不断地做示范 当学生看明白以后 他们不断再重复 重复再重复 其实这个时候是给我最大一股 对于这个项目的热爱 短暂而紧张的训练 需要克服各种困难 由于训练只能在学生课余时间进行 很难保证每天的固定时间 这就需要更有针对性的练习 他根据每个学生的身体条件的差异 采取不同的训练模式 半年下来 健美操队也已经有模有样 在正在进行的第十一届飞运会上 杨鹏的八名队员参加了此次 竞技健美操全部四个项目 力错强将 这支成立仅半年的队伍 最终获得了男子单人金牌 成就了此次飞运会上 刚果部代表团的首美奖牌 并获得了混合双人铜牌 和三人项目的铜牌 杨鹏认为健美操是利与美的结合 是一种适合全民健身的运动 能在非洲大地传播这种健康的理念 他觉得非常有意义 你看非洲人在体育方面 一方面有他们的热情 另一方面有他们本身先天的身体素质 还有那么多来自其他国家的人 对于他们的帮助 所以说我觉得这一次的飞运会 我们还是应该给他点赞的 在非洲杯飞运会这样的大型体育赛事 在非洲大地上逐步走向正轨的时候 那么对于非洲体育世界的发展 会产生一些什么样的积极的作用 我觉得这个积极的作用 其实是可以预见的 也是非常明显的 就拿这次的飞运会来说 刚才我们在节目当中也看到 还有健美操的比赛 而且还增加了很多的其他的项目 我们知道在以前以往的 非洲的运动会上 项目非常的简单 就是基本上是非洲人比较擅长的 田径 游泳 什么搏击 或者是一些我们常见的项目 但是在这次的飞运会当中 很多的非非洲的传统项目 甚至一些其他国家的项目 也被引进了过来 包括我们刚才提到的健美操 包括乒乓球 还有武术等等 而且不断地 非洲的人也在取得很好的成绩 我们就知道 这次的非洲运动会上 就是乒乓球的这一项 就是来自中国的代表 就是来自中国籍的一个运动员 竟然输给了一个本土球员 没有进入这个决赛 当时我看到这次的新闻的时候 也是很感慨 因为知道中国的乒乓球水平 还是比较高的 但是可以看到在非洲 已经有很多人非常擅长这种各种各样的这种运动项目和竞技项目了 那由此可见 在非洲其他的这种运动项目 不断地全面开花的这一天也会指日可待 但我们能够看到积极的影响不仅仅在这个层面 我们知道这么多年来非洲一直不稳定 也是有它各种各样的矛盾和问题存在 但是尽管它贫困落后 尽管它有着这样那样的问题 但是我们能够看到体育会带给一个国家 一个民族和一个地区的这种凝聚力 向心力和带来的这种精神层面上的愉悦感 是无可比拟的 那么在整个运动会期间 我们看到非常多的人一起凝聚在一起 大家为着一个目标去努力 这种体育赛事带给非洲国家的这种高度的这种责任感 和骄傲的这种感觉 和整个的民族向心力真的也是无可比拟的 所以我想说的是体育赛事带给这个非洲的 不仅仅是运动项目上 竞技水平上的一个提高 更重要的是他们的民族自信心的提高 只有这样子了 这个国家可以说这个地区才能够少一些战乱 少一些贫困 少一些负能量 更多的能够向着更长远的目标 和更有希望的那个点去努力去奋斗 我想这一点是应该最值得我们期待的 好那在这里我们最后也预祝本届飞运会能够取得圆满的成功 也期待非洲的体育事业能够蓬勃发展 再次感谢王璐做客我们的节目 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非洲精选希望能够为您打开了解非洲的另一扇窗 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人类没有虎皮虎骨可以活得很好 老虎要是没有了皮 没有了骨头 就得死 没有买卖 就没有杀害